在完大任务之前 先给你介绍个人 他是我们安排在绿玛岛基金会 中国区负责人身边的卧底 代号 美人鱼 由他向你介绍相关情况 是 怎么了 施衣 施衣 什么情况 我跟领导申请参加这次行动 作为随队军营 我当然要来 我说过 要死死在一起 我不给你压力 你也不要阻止我的信念 再说 如果我在战斗中遇到危险 你还会像从前一样保护我吗 当然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从现在开始 你把我当成战友 我也把你当成战友 我们不是男女朋友 施衣 你还想说什么 不要再跟我说 你害怕牺牲以后我该怎么样 如果我害怕你收到那个结局 就不会跟你在一起了 你给我记住了 我是想说 检查好装备 看有没有忘了带东西 是 登记吧 大米 没事吧 没事 我的任务 就是在绿马脑组织头目 老总的身边卧底 老总是谁啊 老总就是绿马脑基金会 中国区的负责人 我说过 最近一系列恐怖活动 都跟这个组织有关系 他不光提供资金 而且还策划恐怖活动 这不是你送了那块表吗 最新式的窃听器 美国中情形用的MH1613 谁让我表里的 这都是老总安排的 他利用我 把这块 带着窃听器的手表送给你 就是要窃取特战队的信息 不过还好 他的伎俩 很快就被参谋长和指挥长发现了 这个老总到底是谁啊 他就是绿马脑基金会 这位中国区的负责人 老总